字幕提供 欣星華是一個很有才華的音樂家 由於她這麼有才華 就很吸引很多女士對她的欣賞 她的婚姻也有兩個很可愛的女兒 一個比較任性 另一個很細顧 其實這部電影有很多很好的場口 在電視製作而言 也是我首次遇見到的 因為我當一個指揮家 指揮一個大型的教育套樂隊 亦遇到一個很好的對手 做我太太的供詞人 老公, 你學不禮語, 你知道嗎? 你學得很厲害 你只能賺東西, 跟掌握到 學了整間掌途集中回來 開玩笑 好, 陳英俊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很像陳柏宇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有話說話 有很多, 衝心瘋狂 有時很開心 生氣的時候很生氣, 請吧 陳英俊和欣子晴怎樣認識 就是在街道上 貼負 貼貼 當時陳英俊手持著 一個灰黑牌, 穿著內褲 其實當日我們穿著兩條內褲 一條內褲太不安全了 我們穿著兩條內褲 用紫皮箱套著下身 當時她對香港的人 又或者香港這個地方 開始慢慢灰心 但因為被她遇到恩子晴 所以從此之後 她對恩子晴有一種特別的好感 甚至最終是喜歡了她 翠絲是一個很有義氣 和很重感情的一位女性 很有義氣就是她和她的樂隊友 不唱歌之後 一起開了一間糖水泡 繼續謀生 一起在公園裡演唱給街坊聽 因為那場是我要唱歌 去勸個外生女 你要堅持你的理想 你要努力, 不可以放棄 我覺得她寫得很感動 我第一次看劇本的時候 我覺得根本不用演戲 而是你真心去說那段說話 就已經夠了 很久以前, 有一個小女 她很喜歡唱歌 我參加新秀 很可惜, 因為我要照顧這個女生 所以要中途退出 其實這個女生有理想 不過她還是先理會別人 沒想到自己, 原來也有夢 也有自己喜歡做的事 紫晴, 不要只顧著你別人 顧著自己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答應我, 好嗎 我真的很少拍電視劇 我之前拍過 可能是政府的比較… 怎樣說 例如我拍過《廉政公署》 但你說的事又不是警察說的事 先生, 你還有一段時間找的 讓你找到也未必好 你究竟是甚麼人 上次你說如果我找到一塊重公仔 可能會後悔 按照片 請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